大家好,我叫Alice,多謝頻道 今天這個9分鐘的運動 是一個低強度 和可以收緊肌肉的運動 需要一套壓力 首先把雙腳拉高 手同時拉高 人站直 這套運動適合不同年紀 和不同運動程度的人 啞鈴不一定需要 如果覺得太重的話 可以不用啞鈴 慢慢移動就可以了 可以用來做一個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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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出拳 才出拳 出拳的時候 我對手伸直 是在肩膀的高度 不要太低 如果肩膀不太低 所以鞋子負荷太重的話 可以不用客人鞋子 我相信大家开始出汗了 不要紧紧慢慢做 也不需要做太快 这是一个低强度运动 再装一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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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站在脚的一边 手拉高,跟着一只脚拉高,搭开它 拉高,搭开它,不断地慢慢移到脚的一边 再回头 这个在我很多组织的运动 要把脚拉高,跟着脚拉高 同时,要搭脚步去另一边的脚 又练到手臂,背脚,腹部,大鼻,和脚位 也不需要很多空间去做运动 一只的阔度已经缩够了 下一个运动 我们练一下手臂 当然,我们要像一只鞋一样走 大大步去右边 大大步去左边 同时,我们的手分直 打开它 来到脚的高度 然后,我们的手臂 再来到脚拉高 再来到脚拉高 腹部拉高 拉高 吸气,呼气上 吸气,呼气上 用腹部拉高 拉高 从背 часть向来 拉高 吸气,感觉到身体的脚 要拉高 进去后 感觉到胸部的肩膝 在收紧 现在要做脚部 您可以看到我 两对手夹着铐铃 脚部向后 肢膝 相比较至脚上 千萬不要把手指的腳趾 好像坐在模型椅子 上去後夾著屁股 夾著屁股中間夾著筆 這樣就對了 在收緊皮股 收緊另一邊的屁股 一隻手拿著對押鈴 然後隻身捱到另一邊 用腹部拉人的腳 吸起來 扶起來上 吸起來 扶起來上 掌握一下 再製造一下 掌握一下 好 再製造一下 沙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完成这个9分钟的运动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点个小铃铛 你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意见 留言给我 下次再见 拜拜